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尊敬的如居同台掌 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如台岛接收同收尽些的鲜花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是 这位小朋友们要先进去 这位小朋友们先进去 先进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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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好了 小朋友打开 好了 这么多薄薄薄都在 谢谢 谢谢 我记得 theft 对 到家 谢谢 谢谢 这个就是你的好 你走出来就好 是吧 是 好的 谢谢 你也好 谢谢 开展 木椒香蜜 你能去外出 快点他就抓紧了 下面这么多人等着 拿下来 好 谢谢 谢谢 我直接看到你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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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만큼 member 要忙你多inton 忙碌 ADA RNA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 让后面看一看 让我们愿意掌声欢迎舞台上 接受注释大悲的词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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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舞台长 接受补修进线的景形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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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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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帶來,則歸救世! 感恩大師大威了,關西民主打,感恩大師大威了,吳台長! 楊天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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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用掌聲感恩大慈大悲的盧軍鴻開導 首先感謝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冠世音徒長 感謝隆天護法和所有的護法神都前來護法 感恩他們 感謝來自全世界的各位佛友和同修們 感恩來自各大寺廟的大法師主持 各位高山大德們 那麼台長再一次感謝今天為這個解答會所付出功德 所有的義工佛友們 台長感恩你們 我們說人活在這個世界上講的是因緣二字 什麼是因緣 人聚齊在一起就有這個因緣 善良好人聚在一起 我們就有善良好的因緣 那麼今天我們這麼多學博人聚在一起 我們就是好的因緣 好的活緣 很多人說 我活在世界上這麼多年 我做事情能不能成功 實際上做事情能不能成功 並不在於你能不能做 而是在於緣 而這個緣是由我們自己本身造成的 在佛法界講叫因 你今天種下了這個因 你就有這個果 你今天種下了這個因 你就會有緣 所以因緣是連在一起的 我們今天在這裡種下了一顆善良的佛果 我們將得到的是法喜充滿 我們學佛很多人說 不就是為改命運嗎 大家想一想 說得容易 每個人說我要改變自己 想想看我們身上的缺點 我們身上的毛病 有幾個人能夠改掉了 改了一段時間 又老毛病重犯了 實際上一個人要改自己身上的毛病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真正願意改的人 他才稱為開悟者 因為有悟性的人 他才肯改變自己 沒有開悟的人 他不願意改變自己 或者有些人臨時改一改 那叫小開悟 那叫臨時開悟 而真正開悟的人 那是學佛的人 那是提高了自己境界的人 他的境界已經在人間跟菩薩 已經用現代話上腳掛上鉤 你用菩薩的思維跟菩薩的理念 說著菩薩的話 做著菩薩的事 你就是人間菩薩 所以 我們一定要修好心才能得遠啊 我們一個人做人 也是要從好心辦好事 所以真正聰明的人 真正聰明是沒有用的 因為聰明是計量力必得失 得到的是戰時的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 才會修行修心 修行修心就是修掉自己身上的毛病 這叫修行為 修心就是把你身上的心靈上肮脏的東西要去除 那叫修心 所以修行和修心合在一起 就是修改你的人生 讓我們一起學佛 修行修行 來改變我們自己在人間的一切 這次台長在來之前 正好在世界佛教論壇在香港召開 非常的殊勝 非常高興 這是借著我們這個論壇的這個東風台長呢 也覺得要提倡內心科學 什麼叫內心科學呢 人 肉體很容易致病 人的心是最難知的 現在的社會得的什麼病 得的是心病 因為你的心靈不健康 所以你的身體才會不健康 因為你的肉體又不健康了 那麼導致你的心靈更不健康 所以叫身心健康 現在體上的健康不是單單身體健康 而是身心健康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要懂得用心來維護自己的健康 其實佛法是多麼好的一個法 佛法它能推動世界的和平 它是無爭鬥的 所以佛法提倡的是以戒為門 以戒為師 我們就是要好好地借助自己身上的毛病 因為我們身體上的毛病已經阻礙了我們的思維 讓我們的心靈受著污染 讓我們分辨不清誰是誰 自己的親人天天打得像仇人一樣 同事在人間 為什麼相間和太極 為什麼 因為我們迷失了方向 我們找不到我們回家的路 我們就像一群忙的人一樣 看見的 不該看見的東西 因為是你心裡看見的東西 那是黑暗的 我們只有真正地看見佛光 看見觀世音菩薩的智慧 看見所有佛菩薩帶給我們的智慧 那麼我們才能衝著陽光走向光雲 所以 這麼和愛 可愛的世界 現在已經被破壞了一塌 生態不平衡 想想看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再不以慈悲 我們來利益眾生的話 我們再不以覺悟 來實踐人類精神的淨土化 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什麼樣肮脏的土地上 我們要讓這個世界越變得乾淨 要半變的美麗 就像你的家一樣 你想把家弄得乾淨 你必須經常地打掃 否則門一開 你就進不了家 我們心靈這個家 就是因為太多的貪汁吃 讓我們活在了肮脏的這個世界當中 活在了肮脏的心靈當中 我們怎麼能夠得到清淨和乾淨 所以學佛修心 就是讓大家明白 我們活在世界上到底為什麼 我們要乾淨 我們不害人 我們要去幫助眾生 我們要以戒為本 我們不能做 做不了自己的事情 我們不能做看不到的事情 用孔老夫子的話說 非禮無言 非禮無聽 非禮無動 凡是我們認為不好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去做 正應見了佛法講的 眾善眾行 祝惡莫作 所以台長非常非常的高興 今天呢 因為來了很多很多的我們的信眾 那麼大家有的呢學的很深 有的人呢 學的還很淺 還有的人呢 可能剛剛結束 那所以今天台長講這個法呢 就比較難以為 平時呢我可以給大家說佛法 但是今天呢就比較難以為 所以呢 還有的人呢 今天來了呢 就知道這個盧台長啊 有這個功能 他會看圖騰 我今天呢想叫他看他 我來試試看 實際上呢 這個就讓台長很難來見了 但是呢 台長今天呢 就當場呢把深的淺的融合在一起 然後呢 台長還會今天當場給大家看圖騰 我可以把你們什麼都能說出來 目的不是讓你們能夠以後啊 知道這個事情 目的是讓你們知道了過去 我們的不好的事情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環境 是讓我們怎麼樣更好的學佛 更好的精進 所以台長告訴大家 我們是人他就會生病 其實身體上的病分成兩種 一種是肉體病 還有一種是靈性病 那麼肉體病 我們應該好好看看醫生 那麼靈性病呢 那麼就是應該好好地學佛 來化解這些願景 大家知道 我們的人並不是這一輩子來的 我們很多的人都是累事積累了很多的冤親在座 代表這輩子 所以台長經常看得通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人 啊 他看不見 我看不見 很多女士 掉掉的孩子 就騎在她的脖子上 然後呢 兩個腿啊 就披著她的腰 所以一般的很多女士 都不是太好 還有波子 但是這些 我們看不見 所以 美國科學家曾經說過 這個世界上有80%的 是屬於暗物質 大家知道什麼叫暗物質嗎 暗物質就是 空隙我們看不見 對不對 對不對 啊 電波我們看不見 啊 那個細菌 我們看不見 所有等等的一切 像佛菩薩和菩薩都看不見 所以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當中 我們不能夠相信了暗物質的存在 我們要相信 我們要克服 我們必須要克服自己心中的暗物質 思維也是屬於暗物質 你們大家想想看 一個人在想問題的時候 他能有什麼東西看得見嗎 你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你們能夠看見什麼嗎 是看不見 這個就是屬於暗物質 所以真正相信學博的人 真正相信我們能夠改變命運的人 他就是一個學博的智者 開場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的心態取得變化 所以開場有一幾句話要奉獻給大家 啊 因為心態可以決定你的將來 現在很多人的心態很差呀 看見人家好了 心裡難過 要嫉妒 看見人家有錢了 心裡難過 實際上你的心態不好 你的未來就一定不好 情緒能影響你的免疫功能嗎 因為你情緒不好 你就容易生病了 天天不開心的人 怎麼會不生病 對不對 所以台長在告訴大家 生氣會產生對身體上的毒素 所以經常生氣的人 他一定會生怪病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生氣 啊 要身心健康 啊我們知道 每天的各種各樣的不好的事情 都會殘養著我們 都會對我們不舒服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這麼的苦呢 因為我們放不下 我們不明白道理 我們明明是這個事情 他說成是反的 想想看現在人 都珍惜生命 但是每一個人都在抽煙 明明知道肺肺自死自癌 抽煙 我就要抽 明明知道喝酒喝得多了 會生肝癌 我就是要喝 想一想 魚吃 很多孩子要去做 我們澳大利亞有很多是摩托車 就是比賽 摩托車比賽的時候 那些西人在電視裡 跟母親採訪的時候就說 啊 孩子你這個先生 你能跟母親講幾句話嗎 他就說 我就想祝願今天能夠平平安安回來 我不想死在比賽場中 明明知道生命這麼可貴 但是他就非要去遺失他的生命 他的比賽會給他帶來終生的遺憾 所以我們學國的人要明明 我們不要去做反思維的東西 現在的人明明不能做的就是要做 現在的人已經毛病到到什麼程度 明明有什麼事情 人家說的對的 因為是你講出來是對的 我都說你是不對的 我們澳大利亞有一個老太太 74歲的老華僑 她跟台長一講話的時候 過去台長剛剛到澳大利亞的時候 她一講話的時候 一說 你說什麼話 她就說 不能搞不好 不對的 到後來已經 這個問題大到什麼程度 有一次台長跟她說 奶奶啊 我想跟你說句話 我話還沒說了 你不對的 你不對的 你什麼話都沒說了 她就說你不對 想一想 一个人的毛病 已经根深蒂固的 进入了你的意识当中 进入你的八十田中 所以给人类才带来灾难 心里的病 比肉体的病要痛苦 百倍万倍 所以台长 心灵法门 就是要让你们心灵得到解脱 就是要让你们能够明白 开悟学佛是什么 学佛就是个物质 你今天想通了 你就是开悟了 你没有想通就是没开悟 所以 在佛经上讲 教育我们 过去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今天得到了什么 你们今天得到的钱 明天出去 又失去 你们今天生的孩子 过几天 孩子又离开了 我们的母亲把我们从小养了 最后离我们而去 我们今天得到的是 想想我们小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为了一个名和利 我们真的 你死我活 过去不可得 过去生气 气出病来 无人体 现在又不可得 想想明天 我会有一幢房子 我会有好几辆气筹 这也是在人间的 都是不可得的 而我们现在学过的人 要学什么 要学真正心灵 我们心灵得到什么 得到满足 我们的心灵 得到满足 实际上 就是能够放下 学博人说 要放得下 你才能知足 所以我们经常说 知足者 常乐 学博者 永远快乐 所以台长 根据人间这些 物理着手 有时候想想真可怜 台长天天要接待 一百多封信 都是生癌症 都是很苦 我看得难过 所以台长 劝大家提句话 过去何必去思量 过去就是过去 未来 无需恐慌 不要去慌 未来还没到 现在不用紧张 因为我们有 观世与胡藏 保佑我们 现在的人心 真的太恶了 你们知道了 现在的人心 恶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悉尼 前几个月 有一个消息 说 有一个人 是科学爱好者 他研制了一种 叫极光枪 你研制了极光枪 没有关系 你知道他在机场 际住 他拿着极光枪 对着起飞的飞机 就这么大 你们想想看 几百条生命 你这个意念 你这个行为出来 是人应该做的 这就是人不应该做的 再想一想 有多少人上档受骗 一个电话 可以把你骗去 一万澳 我们悉尼 我的听众当中 就有很多人 一个电话 说你中六合彩 你得了多少万 然后接下来 叫你打点税 花多少钱 然后再叫你说 给我们的agency 就是那个中介费 有多少几千 加起他的一万块钱 还要跟他说 你这个事情要保密 不要告诉人家 告诉人家 会引来嫉妒 反而不好 我们这个听众 就不告诉这个人 但是他等等这个钱不来 等等这个钱不来 他就跑过来问台长 台长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头疼吗 我最近有没有财运吗 台长很好的 给他一看 你是破财运 结果他说 啊破财运了 哎呀 卢台阳啊 他是广东人啊 卢台阳啊 我告诉你呀 哎呀 他们说我中财了 我说你头上中财 想想看 这种事情他都会相信 那是为什么他会相信啊 因为他贪啊 他贪得太厉害了 他觉得自己这里钱不够 我要两百万三百万 这就是我经常开法会的时候 告诉你们的一样 有一位听众 我教了他一个准提神咒 说能够心想实诚的经验 他跑着去 早上买骆驼六合材 在那里挂呀 一边挂念经啊 哈哈哈哈 你说他中得了吗 哈哈哈哈 求来的是无缘的 随缘来的 那是你的 对不对 人要明白道理啊 不是你的求来 能是你的吗 过去历史当中都有 很多人 不要自己做皇帝 最后 皇帝做过场 被人家很快就赶下来 你不是皇帝 你为什么要去整皇帝的位置 对不对 我们本来是菩萨 我们到人间是来还债 还完再 我们要到母亲这里去报道 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天上 要回到关西菩萨的身边 那么我们为什么 还为人间这么一点点 明和地去争论不休呢 很快就要离开人间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值不值得 所以学国真的是开户的人 太阳 跟大家讲 我们每天都知道 哎呀 这个是小人 你这个小人 这很小 但是很多人也讲 你这个人 是君子 那么实际上 太阳告诉大家 君子和小人之间 有什么区分呢 什么画画了台长 全部变白画了 我台长画什么 什么叫君子 啃吃亏的就叫君子 整天想占人家便宜的 就是小人 好好地检点一下 自己学活学了半天 还天天想占人家的便宜 这种人能学得好活吗 佛菩萨是阿慈大悲 是原谅众生 对不对 那我们学活 为什么不能原谅人家 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 你们心中都原谅人家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 有80%的人在我坐在这里 是有很多事情 不能原谅人家的 甚至很多老年人说 我死了 我都不会原谅他的 我的声音好像有点苍老 所以台长经常看到 实际上我们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们本来来的世界 我们没有带来什么 所以我们没有失去什么 我们为什么还要不开心呢 我们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带来 我们现在走了 我们有什么没有失去 这不是很好吗 明白道理 明白事理 就是学活人的本性 我们拥有的最无上 最高尚的东西 我们就忘记了 我们拥有的名利才十岁 我们所拥有的那些都是垃圾 我们把垃圾天天装在心脏里面 我恨你 我嫉妒你 我忘不了你对我的不好 所有的垃圾全装在你的心里 慢慢的进入你的意识当中 进入了六十天中 八十天中 使你一辈子不能忘记你痛苦的经历 没想到一次 你就会痛苦一次 这种人能不是病吗 所以菩萨叫我们 拨开 迷雾见青天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会自杀 我想不通 因为很多人 台长就告诉你 你没有看见太阳 并不是太阳没有 因为是乌云遮住的太阳 它是短暂的 你没有看见菩萨 并不代表没有菩萨 是因为你心中的贪嗔痴 使你迷惑颠倒 我们要拨开礼物 见菩萨 台长曾经 在看图腾的时候 看出过一个过世 看你们现在在世的人 看你们图腾看 是真的是太简单 你们只要在我这里一站 我马上把你们前世前生全给看出来 但是要在电话当中 台长给看这个亡人的情况 台长看过这个人身体 身前的脾气不好 留着 落腮胡子 我都看出来了 然后年轻的时候 还有很多女朋友 我都看出来了 大家想不想听听啊 好 好 来让播放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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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看上有很多肉王 新台的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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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引起了手帮赶我 就走 什么时候扩生啊 599大家上次看过了 说它到今年11月份上 有两年 就把共产生服务的 现在还在那里来的 我希望了 希望了 我希望了 天儿已经开哈续了到了 你中共需要 把她上去 这把她上去 你知道你这个父亲脾气也不好啊 是的 他是大 他年纪中的时候脾气是不好的 呃 年纪大的时候也没好多少 你看过他的骨子磨粉 我都看得见他 哈哈哈哈 好吗 他 让我讲一点点课证给你听听就知道 嗯 他脸上的胡子蛮多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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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大胡子很大 大胡子 对不对啊 就是人家说落塞胡子 是的 是的 可是我太游戏的时候我们太冷了 啊 你要不要来 你妈妈反正不再 稍微讲她两句问题不知道 还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很多吗 哎呀 哎呀 妈妈 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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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 爸妈 而且你妈妈还容许她 你妈妈还老实被她骗得忽悠忽悠哟 哈哈哈哈 鼓掌 所以 中国的国教 博大精神 为什么这么稳大 连大科学家 爱因斯坦都曾经 对佛教进行过评论 你们都没想到 爱因斯坦 这么大的科学家 你们知道他对佛教怎么评论的吗 哎呀这就听来 我们自探不如 未来的宗教 将是宇宙的宗教 他应当超越 个人化的神 避免教条和神学 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 他的根基应该建立在 某种宗教的意义上 这种宗教的意义的来源 就是宇宙万物的和二为一 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一种宗教 如果问到哪一种宗教 可以应付现代科学进展的需求 那么这个宗教 就是佛教 伟大呀 爱因斯坦非常伟大 他搞成的源之能的方程式 本身就是能量体 所以爱因斯坦说物质能够转变成能量 而能量又会转变成物质 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听得懂啊 念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产生能量 大家都会热 它可以转变成物质 就是改变你的命运 改变你的生活现状 就是我们因为生活在这个 大千世界的物质生活当中 所以念经的人 为什么能够改变你的命运 因为你的精神 你的能量体改变了这个物质 那么物质为什么又能转变成能量体呢 因为这个物质是暂时的 当物质消失之后 你所得到的只是一种能量体 就像人过世之后 我们的肉体已经没有呼吸了 而我们的精神那是永存的 为什么有多少可个可忌的事情 有多少伟大的人 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那就是精神的力量 就是能量体 台长喜欢说白话 就是要把大家说懂说通 就是要让大家明白 我们不能再有些吃了 我们的人多可怜 我们小气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小气到门口放一个踏脚的垫子 都不肯放在外面 要放在里面 他对方隔壁铭去到你这里脚上 啪一啪再回家 但是想一想 在风水上来讲 你把肮脏的东西放在房门里面 你把浊气把不好的气场全部带到家里来 你这种不懂啊 所以人的气量会造成你很大的伤害 所以学国就是要有能量 要大死大悲 要放得下自己 什么事情 无所谓 我们要学习 法师们 我们要学习比丘比丘尼 我们要学习所有 已经在学习为我们做榜样的法师们 他们已经先走了一步 他们已经认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的 所以他们才成为法师 才成为我们尊敬的法师 今天这么多法师前来 祝园台长 用大家的掌声来替我感恩他们 大家知道 虽然台长预测这么主要 不叫预测 直接看他看到 但是有办法解决吗 老鲁老鲁 有没有办法解决 很多人 我可以告诉你 算命看得下都很准 他们都能看到很多 这次来的台长收的弟子里面 大概将近有八个都是特异空 台长全部给他们收 为什么 他们都看得见 都看得见 那么 为什么看得见 因为他们有好几种方法看 有的是成念在来的菩萨 有的是护法神在身上 有的是他的过世的亡灵在他身上 还有的是地府的那些鬼在他身上 他们都能看得见 所以看得见是一个方法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要能够解决问题 台长今天用心理法门 用这个方法 并不是让你们大家都会看到他 我要让你们通过台长看到他 让你们相信 让你们明白 让你们继续去度人 让你们懂得什么叫佛法 很多人 大家都有感觉 我们要度一个人难过的 你叫他学 他说我不相信 你叫他学过 我没有时间 你叫他听课 听不懂 台长有办法 我到全世界各地 我开一场法会这么多人 开一场法会这么多人 来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不相信 但是台长给他一看 这个毛病 那个毛病 当场给他看出他的性格习惯 他的未来 他的过去 什么都看到了 他下来就问台长一句话 陆台长我怎么办 我就告诉他 念经 门都不要路 心已经开始念经了 马上就路 做人就是要明白道理 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是想不通 一些事情 为什么越来越想不通 就是因为心里的业障 台长看见很多夫妻吵架 实际上就是 对方有一个小鬼附在那个男的身上 那么这个男的呢 就是 小鬼拉他头话一次 这个男的就骂他老婆一次 拉他头话一次就骂他一次 但是老婆看不见了 老婆恨死了 他就恨死了 现在你们都知道了吧 念什么经啊 好 这么多人知道了 那我不讲了 解节奏 心里念 对方马上就流淡 你念念念念 他就会慢慢放下来 有一个 我教了这位女士之后 她说 我她骂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身上有用心 她的脸不像她过去的脸 因为那个脸就像鬼脸一样 她恨的时候一种样子非常难看 这个我就不给你们做戏换了 不做戏换了 因为她脸不好看 大家今天来台长跟大家说我们是有缘分 刚刚台长因为有很多人是心态 台长必须要说一些原理 道理实际上说了生意 台长这两天到了香港之后 关西营图上 昨天来了三十二华市 还有很多的护法市 最开心的是公民婆婆 还有谁都知道吗 国主是这样的公民婆婆 为何法市 那种法市是没有办法 昨天我两天当中收了一千四百个弟子 这个一千四百个弟子当中有很多的特异功能 昨天有一个弟子在拜师的时候 突然之间坐在那里好好的 坐在那里好好的 突然之间就是发出怪声音 就开始叫 你们昨天拜师的人讲一讲 你们听到没有啊 昨天来了之后 那么他的声音非常的极重 而且这种声音越来越极重大 他很快有个声音就说 就是他自己的灵魂在说话 不是他本人的 本来一个好端端的女人嘛 他穿西装 突然之间的灵性一上升 他妈就就这么来了 来了之后马上他就 衣冠不准了 就是连肚子的肚脐炎都流出 他不如躺在地板上 一下子哭起来 然后在嘴巴里说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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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讲 说了我是谁之后呢 然后呢 他说卢台长啊 你救救我 我哪里不去了 我也上不了天 我就在他家里 天天跟他搞 我在他家 把佛台上串来串去 我要搞得他心不安宁 他修心倒是很诚心 他接着又哇哇哇空 我就是要弄他 只有卢台长能救我 大家听到没有啊 昨天 这个灵性讲 你们班长 你们以为我结束了 还有个小段 他说我 我当时的 排长没有办法 因为大家都排着队吧 我没有办法 进行下去 我那心里就跟这个灵性讲 我说你能不能 先让我 我就嘴巴讲了 他们都听见 我说 我说你能不能让我先 带诗丸呢 我说我会叫他操纵你 我叫他给你念小黄子 他就说多少张 厉害吗 当场的时候 接下来 我说 你们告诉我 我昨天说多少张 看见了吗 全部他们作证 排长当时说完之后 他马上就说了一句话 那我今天就离开他家 接着他说了 龙台长是个大菩萨 大家要好好跟着台长修 台长能救我们 台长可以把我们 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他一口一声谢谢龙台长 接下来突然之间 就这么头一甩 然后呢 这个女的就一下子摊下来了 实际上就是灵魂走掉 你们很多人都懂了这些 一走掉之后 这女的恢复正常了 不讲话 坐在那里 就是这样 坐在那里 台长能救救他 所以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台长为什么告诉大家 就是告诉你们那些 还不相信的人 就是告诉那些 还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我们跟谁生活在一起 所以台长今天的法门 不单单要救人 我们更要超度我们自己的亡理 我们的父母亲 台长都看得到 我要让你们自己亲自超度你们的父母亲 台长 你们听台长的话 如果你们超度了父母亲之后 我会让你们的父母亲脱墓 有多少人都脱到墓 有很多人超度了自己的孩子 就看到孩子到你身边 大家明白吗 好 所以台长呢 今天呢 跟大家呢 讲 讲这个 叫他先不要哭啊 不要哭啊 不许哭啊 好 那么台长呢 曾经在 打进电话的时候呢 因为台长是246都接电话 打进电话的时候呢 台长呢 一个法身啊 直接进入美国的 一个人的身形 我就直接魂魄进去 当时呢 这位是中国人 是心理医生 跟他正在吃饭 进去之后呢 他就看见了 一颗白的光 这个光环 慢慢慢慢进入 一直到他心脏这里停止 接下来 那个戏人就跟他讲 他说 哎呀 你们的master 到了我身体 到了心脏 他跟我讲很多话 讲完了之后 马上两行的热泪一下 下飞 他是青年 他说你们的台长到了 因为他在度这个戏人 所以台长的法身就去过去 你们大家想不想听听 今天这位欧美来的女士也在场 他今天晚上会给大家把这一段记忆讲给大家听 我先放一分钟的录音给大家听一下 好不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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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就是那个 在海底公修所 我在夜商中 唱歌 你的心理法 怎么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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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次 你在做外面台上 做一场夜色 他也是飘着 所以非常感恩 还有一些更神奇的事情 就是 有一个旁边 他讲来的 也是 一个非常 就非常好的 一个心理导致 他也一定在这红化 是他收队的 是一个红化的朋友 喝了不去他家 就在一个小餐馆里 对他家 台长的心理法 的事情 因为台长的法身 就在大白天 好多大声啊 真的啊 然后还没他说话 然后他就哭起来 两行 两行的人 一直在往下流 走 可是 我看叫来了 我看叫来了 他再跟我说话吧 对 他是欣人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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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感恩 第二天 他就一早就给我打电话 你知道 他听说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转着面台下 对他的这种能量的传度 我就看着 我就看着你传光 很亮很亮 好像他就在这个 他们转到那个光里面 然后觉得 人才在旁边 这一块 好像是一个阵状 然后他这个是 冲击荣到这种光里面 你也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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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自己就知道 他就说台长已经到他身上了 是不是啊 嗯 对 他跟台长在我的心里 连在一起了 然后他就看那个时候 就出去 真的平的 他 直到的那个时候 他就说 你的台长是什么时候 在我的心里 连在一起了 然后他就 就一直一直往下流 一直往下流 是啊 他说台长 台长已经 台长已经跟他讲话了 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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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已经喜欢 由上 台长 哎呀 他非常感激 因为他就加持 哎呀 哎 你叫他一定要努力 啊 谢谢他帮着台长 一起红法 因为 新鲜也要多啊 因为这个世界太乱平了 实际上 你在红法的时候 只要你 啊 用心的话 那个 台长一定会给你加持的 对了 哎 没看过关心 佛大 还有其他 做法 哎呀 太好了 对 对对对 不然啊 还讲实际上很爱你 为什么呢 我觉得真正的学佛人是非常可爱的 因为当你学佛的时候 你的人是很善良的 你离开了耳鱼我诈 你一争我斗 因为你们做的这个就是有佛缘 因为你们到了公司 或者到了商业场上 你们可能是会像一个恶人 你们可能思维非常的坚章 你们没有这么转接的心 所以你们就离不开谭城市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实际上人生的对错 人生的对错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找寻符合我们心理价值 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我们就去做 好像对自己不有利的事情就不做 而这些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说学佛的人 佛法虽然不讲命运 但是佛法承认命运 我们讲命运是为了化解人生 众生心中的纠结 我们认识命运是学佛的基础 我们如果一个人连命运都不相信的人 他绝对不会相信佛的存在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他是相信命运 而不被命运所压倒 所以现在的人称为运运 台长再要告诉大家一遍 学佛的人是把两个字颠倒 那叫运运 台长曾经看过一个前 看见一个人 我说你特别怕水 我说你是潜水员 你上辈子是被水淹死 结果他说 陆台长我现在还是海军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人更久了 八百万的债库 人家签了他八年 八年不还 你们说还会还钱吗 八百万 不少的数 但是念经念了 两个月 人家主动的送还 你说这种事情有没有 所以需要相信 需要相信 所以佛法说 你先要相信 你连相信都不相信 你这件事情怎么做得好呢 你不相信 你就没有愿力 去做这件事情 你今天想相信 我能够成功某一件事业 你要相信 我能成功 你才有这个愿力 你有了这个愿力 你才会不注意你的行动啊 你有了行动 你才能成功啊 所以 佛法讲叫 信愿 怎么讲 下一言啊 信愿 信愿 好吧 下年 好吧 台长告诉大家 佛法的很多道理 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 指导我们开谜 破谜 结果 佛法的东西 就是告诉我们 实际上 佛法就是个大哲学家 菩萨就是个大哲学家 就是个大医王啊 菩萨能救度我们 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疮伤 能够让我们身体上的灵性病转好 刚刚大家看到了 二十天 能够让一个癌症完全消失 你们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不奇怪 我可以告诉你 台长 救人当中 几乎一个星期 就有这么一个星期的翻溃 希望大家 不要靠运气来做人 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 而这个努力 是靠我们改变自己 真正能救你们的 不是菩萨 是谁啊 是你们自己 因为你们自己 就是菩萨 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我要留很多时间 给大家看出他们 今天人特别多 台长待会给你们看 当场可以看出 你们身上的毛病 让你们very surprised 就是非常的吃惊 我指的是 还没有相信的人 那么台长呢 在今天要结束 我这个话语之前呢 台长要告诉大家 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喜讯 大家知道什么喜讯吗 今天上午七点半 关西菩萨把我叫醒了 很心吗 叫醒之后 大家都知道 菩萨跟我讲话 我赶紧起来 马上从床上跳起来 因为我昨天晚上 是两点钟睡觉 我马上爬起来 拿起一张纸 很快的写下来 几乎没有一个字是错漏 我赶紧把关西音菩萨的话记下来 这是关西音菩萨 叫我今天告诉你们的 精彩啊 精彩啊 我在讲话之前 我在讲话之前 我的确要告诉你们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 因为关西音菩萨跟我讲话那种声音啊 我真的要 觉得奇怪 就是那些电影的导演啊 他们真的很厉害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来关西 不是他讲话的声音 他们那些声音啊 感想慈悲 哎呀 这种声音真的就是跟我听到的一模一样 这声音我全聚给你们听听好了 众位徒弟 你们是菩萨的 这个是菩萨的弟子 希望你们要好好的休息 哇 这声音啊 这么慈悲啊 让你听着就要掉眼泪 当然了 现在我念的时候声音就没那么好听 现在告诉大家 菩萨告诉大家什么话 众生之苦 十位人间之苦 听得懂吗 你们自己记着啊 我不做解释了 众生之苦 十位人间之苦 而人间之苦 又是菩萨之苦 实际上就是菩萨的心 跟我们众生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菩萨为众生活着 为而众生 就是菩萨 菩萨因众生而成佛 菩萨离不开众生 众生之痛 是五佛之痛 只有众生觉悟 才是佛菩萨的真正 涅槃 这是台长今天七点半 观世音菩萨跟我讲 平时观世音菩萨跟我讲很多话 我都每一场法会都告诉你们 对不对 今天呢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特会跟我讲 就是观世音菩萨 心里最有众生 台长曾经在 4月8号在悉尼的那个市集厅 有一场法会 有一个听众 一位问了我一个问题 说我们念经 观世音菩萨到底听得见 听不见 我呢就把这句话 问了一下观世音菩萨 最后观世音菩萨回答我的事 孩子叫母亲 母亲怎么会听不见 我今天不能跟大家讲太多 我整理了大概足足有十几章的提高 但是我说不完 我就想跟大家说这句心理话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 灾难平生 我们的人心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 我们很多的事情已经失控了 我们很多人已经回不了自己的家 我们只有真正的学佛和修行 我们真的要相信 我们没有时间再不相信这些事情 今天台长到这里来 就是要大家相信 台长今天来就是要告诉大家 中国的佛教佛法 是多么的传导中国的文化 是多么的中国的佛教文化 是多么的悠久 是多么的崇残 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之所以受苦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肉身 五肢病痛 因为无有无生 我们自己身体上的病痛可以克服 而我们精神上的痛苦 这是给你带来一辈子的伤痛 很多人死的时候都很痛苦 实际上就是因为受到最最本心和内心的前程 台长看到很多人走的时候 不愿意走 看到很多会硬不得拉走 冥冥家灯开得很凉 医院灯开得很凉 他跟孩子说 孩子啊 你赶快把灯打亮了 爸爸看不见了 爸爸怎么到了这个房间里呢 台长看见 实际上他人还未死 但是魂魄已下注 台长现在告诉大家 灵验的事情没有什么稀奇 稀奇是我们要造成真正的本性 今天有这么个台长 愿意这么给大家分享 愿意这么全世界的朋友 我可以到一个五十人 一百个人的地方去给人家看住他 然后我让他念经信火 我也可以到几千人 甚至上半人的大法会上去讲 就是为了学观思音菩萨 救度众生 实际上你们都是菩萨 你们就是未来佛 我希望你们好好地学 好好地用心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你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们越来越好 这个世界会无限的比好 多一点和平 多一点 少一点争斗 少一点争斗 就多一点和平 多一点开悟 就少一点愚痴 多一点愚痴 你就 少一点智慧 所以真正能够拥有 愚慧的人 他就是菩萨 他就是佛 所以台长希望 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 观思音菩萨的 牵手牵严 救度众生 好了 那么 时间关系 台长不能跟大家说太多 那么 接下来很精彩 因为台长在跟大家看肚疼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能量提出去了 而且呀 抽到号的 待会站在前面 那么你们看 台长当着 把他看肚疼 让他怎么样念经 让他马上相信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好吧 我不能 我不能 我不能说了 因为 有一位 一两位 那个 听众的 感悟 他们说一说 还想喝口水 大概几分钟时间 我马上上了 给大家看图 谢谢大家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 关树林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Rubyco开甲 谢谢大家